2013年,一个叫维扎里克的19岁俄罗斯王尹少年 在对比特币做出深入研究后 向比特币的核心开发人员建议完善开发城市 却惨遭拒绝 于是这个IQ高达2507的少年 决定开发一个全新的虚拟货币平台 一种被视为比特币2.0的加密货币 从此诞生 这就是以太币 数年后,以太币的价格暴涨将近2000倍 而罗尹少年的身价也超过了400亿美元 那么,以太币到底为何能够吸引众多投资者的目光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ATOS分析师Glen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以太币和以太坊 我们平时可能听过以太币和以太坊两种说法 首先说以太坊 英文叫做Ethereum 是基于区块链的平台 而以太币,Ether,才是该平台的流通货币 作为一个自由组织 该平台的核心是智能合约 即Smart Contract 软件开发,以及去中心化 要了解以太坊和以太币的运作方式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假如您在澳洲开了一家代购公司 并且在以太坊上成立了一个名为代数代购的组织 同时发行该组织专用货币 代数币 随后您找到50个投资者 他们为了成为代数代购的初始投资者 就纷纷使用手上的以太币 来换取代数代购公司的代数币 这个首次公开募资的过程 就叫做ICL 即Initial Coin Offering 既然是在以太平台上完成了上述操作 那么您作为公司创始人 就有权利通过智能合约来制定规则 比如投资者需要完成一系列可量化的努力 才能获得新的代数币 反过来 当您想要使用投资者的以太币来扩大生产规模时 就必须得到大部分投资者的同意 这些过程都会被区块链所记录 如果您在没有履行合约的情况下 就拿走了投资者的以太币 那么所有区块链参与者 都会知道您是一个失信的违约者 而智能合约也将对您进行相应的制裁 但是 如果一切顺利 代数代购的规模和效益不断上升 那么代数币的价值也会随之上涨 在这样的前提下 最初的50个初始投资者 就可以把升值之后的代数币 换成更多的以太币 然后再将以太币 退换为其他法定货币 比如美元或澳元 这就是以太坊主打的智能合约 聚中性化 以及自由程序开发 正如我们所举的例子一样 以太坊的许多运用 还停留在概念阶段 目前仍然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然而以太坊的前景却备受瞩目 因此 作为该平台流通货币的以太币 价格也是屡创新高 点击关注ATOS金融小课堂 我是分析师Glend 下一期我们来讲一讲 什么是莱特币 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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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希望继续感应万万万万万原 不登一项